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走进的是由多伦多的图图里国际艺术教育举办的多伦多艺术教育日 那么今天我也非常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几位相关跟艺术跟艺术学习艺术申请相关的一些行业老师一些学生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么不管大家是不是在纠结如何踏出我们从艺术道路的第一步 还是我们的艺术大学的专业怎么申请 如何申请得上 怎么能拿到我们的专业的offer Dream School Offer 拿到了offer之后 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很棒的实习 增加我们的职场就业能力 同时能够Lending一个Dream Job 能够真的有一天或许我们也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奥斯卡大奖 也未可知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请我们的这位五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所在行业内曾经从事的他们的经历 以及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指点铭记的Tips 那么我作为节目开场 我也要一一地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首先呢 坐在我离我最近的嘉宾开始介绍吧 那么最近的这位嘉宾呢 他是刘好学的代表高明洋老师Michael Ray 那么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坐在中间呢 是我们土土里的创始人和CEO 我们的Robin Dunn 那么中间的这位呢 是来自威斯学院的我们的赵博士赵老师 那么那边呢 是指南针留学服务中心的我们的王苗老师 那么最那边最漂亮的我们的颜值担当 今天呢 是我们约克大学学生会YCSA的这个会长 CFA小姐姐 那么我们今天五位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FM105.9加国同学会的特别节目 也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一次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大家好 我叫高明洋 英文名Michael 我们是刘好学的市场经理 然后也是刚开拓北米市场 然后对留学方面还是相当的专业 我们的团队 所以会给大家带入更多的实习呀 或者是专业的角度去给别人怎么讲 怎么去做好留学 怎么去进好专业 怎么去在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 谢谢谢谢Michael 那么我Robin也给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图图里国际艺术教育的Robin 我们图图里国际艺术教育呢 是一个成立四年的专注于 艺术培训类的一家机构 然后从艺术作品集 然后艺术职业培训 然后还有艺术的东令营 夏令营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丰富的艺术活动的一家机构 谢谢大家 我们带来赵老师 大家好 我是威斯学院Wells Academy的校长赵老师 也可以叫我Joy老师 我本人呢是在多兰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毕业 然后的话呢 我们威斯学院是一个私立高中 除了我们就是有九到十二年级的 这个安省认证的这个私立高中的课程以外 我们还为本地学生和留学生 开了一些这个素质课程 像演讲啊 写作呀 素质 这个数学 还有法语等等课程 谢谢道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活动 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王苗老师介绍一下 谢谢您 我是指南针留学的王苗老师 今天我们可以开一个多大的校友会了 我也是多大毕业的 所以从这边高中大学一路在这边工作 所以跟很多国际生之间其实就是经历非常相似 所以他们经历过的我也经历过 那么我从事这个行业呢 主要是因为要帮助更多的国际生适应这边的生活 高中啊 义工活动啊 他们的大学申请啊 甚至后来我们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的工签啊 移民啊 我们这边都可以提供一系列的帮助 一阵式的服务感觉 对 是的 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大家 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CFA 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们约克大学学生会 大家好 我是约克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会长CFA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社团 我们社团呢是三十多年的一个老社团了 在约克大学之内呢是最具影响力 而且最牛的一个社团 对 我们意在是想要希望大家通过关注我们的平台 能够让留学生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给留学生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CFA 那么每一位介绍完了之后 咱们还要言归正传 今天咱们的主题还是艺术类的这种求学和申请 那么最开始咱们从这个求学的最早开始到 咱们要想出国 尤其是留学生出国 肯定得过语言观 那么我想知道 就是咱们艺术院校类 对于尤其是非母语 母语是非英语专业的留学生 那么咱们在这场肯定是给中国留学生了 那么有没有这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艺术类的院校 5分也就可以了 但是我听下来就是 15.5到7分之间 到6分 这个和6.5可能每一个学校 不同的专业还是不一样 刚才像我们Robin介绍过 大家如果要申请学校 一定要自己上官网 好好的看每一个学校具体的要求 但是我有一个小疑问 如果万一我的语言成绩没有那么好 我难道就没有机会吗 我就真的不能申请去Sherden 或者是这种好的学校吗 如果你现在是十年级 十一年级 我觉得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来联系我们威斯学院 因为我们会给你做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语言辅导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十二年级了咋办 对吧 那还是有点时间 因为我最快的时候就是大概是用了一个月 就是培训了一个学生 他是大概从5.5分后来就是考到7分 所以的话呢短期内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你肯定得下点功夫 对吧 我们也非常努力 学生也配合 那大家都希望看到最好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各种原因吧 如果说我已经到了 就是要教语言成绩的时候 还是达不到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很多学校还是会给你发一些offer 那么这个就是双录取了 大家说的双录取 那你就可能去就是去读一些这个ESL的program 然后达到他的这个要求之后 你还是可以去上你的专业课 艺术类的 然后去上你的艺术类的专业课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 还是就是说先去考一下 对 这样的话省时间省钱 我相信学习都是有技巧有方法 当然也有好的老师带领大家 所以呢如果大家英语成绩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大家通过不管是短时间 有技巧有高效的学习方法 同时也要真的刻苦努力 因为我相信语言观是一定要过的 一个所有的留学生都要过 这个语言观你才能真的在大学里边 吸收到这些老师给你教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呢 我也是再一次跟我们威斯学院一样 提醒我们的留学生朋友们 大家要重视语言 要把咱们的语言打好 那么语言观过了 下面就要开始申请了 我想问一下咱们指南针的王苗老师 这个申请也是有一个周期的吧 就是一个大学申请 我相信艺术类的学校应该也有一个周期 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对 这个周期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 就像Robin老师前面说的 如果您这次在截止日期之前 没有交到作品集 那么就不好意思 只能下一年了 所以这个日期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们安省来讲 OUAC的申请截止日期一般是1月15号 1月15号之后呢 就不能保证这个专业 是不是有足够的人申请了 如果这个专业有足够的人申请 他们学校就已经要把这个window close了 就不能再申了 然后呢 雅思的要求呢 实际上也是有的 我这边补充一点 就是说多大呢 要求的最早 基本上2月15号之前要提交雅思成绩 其他的大学呢 基本上是三月底 那么如果在三月之前还考不出雅思的话 那大家就要报大学的ESL program了 对 因为有些大学是需要先申请的 不然他不给你offer 比如Ryzen 你要先申请他的foundation program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作品集的上传截止日期 比如OCAD呢 是2月15号 是网上上传 然后Sheridan是2月20 Ryzen是2月1号 其他省份的要看具体的学校了 基本上是在2月之前 大家所有的东西都要准备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 我们也在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大家想要申请这些艺术类的院校 一定一定要看他们的官网 要提前做好准备 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点点的疏忽 或者是想当然的认为 然后就miss了一个opportunity 这样一等一年 其实青春是很短暂 时间也是很宝贵 和你竞争的人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东西 好了 咱们近了 这个OK这个时间了解了 那么下面我想就请问一下 咱们土土里的这个Robin了 那咱们刚刚其实我们的整场活动当中 Robin也跟我们分享过几个要点 尤其是对于艺术生的申请 你觉得王牌这个王炸贼在哪里 这个作品集到底占了多少的比例 对于艺术同学来说 作品集其实就是一个 俩王带四个二的一个王炸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艺术来说 没有作品集几乎拿不到好学校的offer 而对于好学校来说 一个offer的重要性 对于每个同学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就像刚才王苗老师说 赵博士也说 时间点是很重要的 错过了语言的时间 错过了作品集的时间 错过了任何一个时间 可能今年你都和这个学校无缘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也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知道你有六字真言 能不能再给我们 短评块地总结一下 这个六字 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下 到底哪几个关键点 让我们能够把握一下 关键点的话就再压缩一下吧 大概就两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 准备起来一定要是自己的东西 别人临摹的东西再好 那不是不是自己的 还有就是说创意的东西 自己独家的创意是最有用的 不要说去试着去copy别人 保持自己的创意 保持自己的思路 坚持自己的灵感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刚才还是老生常谈的话 就是看好学校要求 如果有sketchbook的 一定要提交sketchbook 有些学校它的要求 就是不止一本 甚至于学校的提交方式 有些可能还是偏传统一点 它可能需要说要直接面灯 或者有些现在更多的是 接受于电子的 还有就是截止日期 以及语言日期等等 如果大家对于作品期 没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灵感 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最推荐大家的是来 土土里国际艺术教育 然后第二推荐的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 说实话 比如说像生活当中 生活是最好的来源的 灵感的地方 艺术来源于生活 对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网络 现在网络真的很发达 其实网络上能看到的东西 不是可以直接去抄 但是你可以去学习 还有去吸收 而且现在网上 太多太多好的网站 太多太多好的学习的方式 都是在网络 也就是更多的同学 会选择用新媒体 online的课程 以及online的一些网站 收集到更多好用的素材 这个都是很好的 那么咱们假设说 通过土土里的帮助 拿到了Dream School的offer 但是进了大学 我知道阅课大学 也有很多非常棒的 我们有新媒体专业 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 同时就算是我不是学艺术的 我相信 Sifa我不知道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经济 对 一个经济 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 非常文艺的女青年 对吧 我们其实不仅仅 从事任何的专业 我自己的专业是学环境的 但是我是做摄影 这个社团 我喜欢摄影 所以我觉得艺术 可以滋润我们 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 不仅仅是这样 所以我也想让Sifa来聊一聊 你觉得作为一个留学生 或者是作为一个大学本科生 艺术对于你的生活 意味着什么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文艺跟艺术 其实对于学生群体来说 在我们的整个学习期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刚才肖导演跟韩小姐说的 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就是不论是唱歌跳舞 还是说传媒拍摄 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文艺跟艺术 对于我们学生群体来说 我想它肯定不仅仅是说 它的意义跟价值 仅仅局限于说 这个艺术给我们的学习生活 课余生活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形式跟样子 在我看来 更有意义的价值是说 你像我们作为一个学生而言 我们因为喜欢某一种艺术形式 因为热爱它 我们是很纯粹地 有自发性 自趋地去 做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 然后呢 并且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 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 就是真正地成为自己所想 所喜欢 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酷的事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Sifa给我们的分享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留学生 也在一路走过来这些路 他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被艺术熏燃着 也得益于艺术给他的这个支撑 不管我们学什么样的专业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去 兔兔里去修一门选修课 对吧 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也增加艺术技能 因为其实现在的 这个职场发展 对于未来的这种 多面首要求是很厉害的 你虽然学 比方说学经济 学marketing 但是你需要一些硬技能的对接 你才能真正地找到工作 那么咱们就说到了 这个工作技能上 那么在大学期间 在大学期间除了上课 更重要的 想要在职场上 能够杀出来 是不是一个利器就是实习 咱们的这个留好学这方面 能够给我们的学生 给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呢 就是留学生 不管是留学生 还是在校学生 实习是必不可少的 就像现在国内外 现在所有的大学生 都知道自己想要去 拿到更好的实习机会 想去更好的有名的公司 这样去拿到更好的机会 而且实习现在来说 其实是一个茶楼补缺 你可以知道你学的 学习得非常好 但是相反的 你可能工作的话 你会缺少一定的工作 实习经验 这样的话 你不知道你到底 去职场上要做什么 而且这真的是 是你想做的工作吗 所以在暑期的实习机会 其实会对一个学生 去把他们所学用的 应用到真正的生活方式 而且还有他们的工作上面 这样也对他们的未来 也会有更好的道路 去做这件事情 在留好学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学生 提供世界500强的实习机会 任何世界500强 就像您说的 腾讯 阿里巴巴 华为 这些都是我们的合作方 而且我们的学生 以后的话 会根据他们的履历 而且在这些实习 这些500强实习过后 他们不管以后是 继续地求职 还是主动地创业 这样的履历和经验的话 会给他们带来一大助力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 去踊跃地实习 希望大家早点开始准备 在学的期间 就已经开始想这个事情 因为职业规划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谈到了职场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 请教一下我们的Robin 就是大家很多人 对于艺术生 是不是有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只能画画啊 或者是跳舞啊 这将来家长们也会担心啊 真的能不能吃上饭呀 或者是能吃上多好的饭呀 你作为一个从业者 教育者和从业者 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现在的这个艺术工作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职场发展 我知道其实也是有 非常好的机会的 其实是这样 就像刚才CFA也在说 然后刘好学的Michael 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一个就是在校的时候 比如说在约克大学也好 还是其他的其他大学 在校时间 其实是非常优质的时间 高品质的时间 可以有除了业余时间 当然可以去玩 但同时也可以去找一些 更多的方式 比如说像艺术类 可以去参加一些实践的东西 社团 社团 然后可以去实习 比如说Michael回来 可以安排一下 对然后实习 然后还有就是说 更跟艺术相关的是什么 比如说一些活动 实践 就像约克大学我知道 他们有非常优秀的宣传部 他们的宣传部也是有 很优秀的摄影的 摄像的 设计的 以及文案的 没错没错 我们的VP在那里 对对对 然后约克大学 就像以约克大学为例子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在上学当中 就已经逐渐接触到了 未来职场当中的一些东西 而且实习 其实是有一个品质的 没有参与到优质的实习 比如说我就是在一个 随便的一个公司 待三个月待四个月 其实它的价值很低 真正的在行业里 真正的走到一个 走出自己的舒适 走到商业的级别 会给自己瞬间大量的经验 就像 说一个稍微题外话的一点东西 柯达公司的胶卷 对吧 到倒闭那天 它也是最优秀的 对 然后就像什么外卖行业 它是被谁打败的 对吧 就都是这么一个 相关联的东西 所以说 走出自己的圈子 扩大自己的空间 比如说一个学经济的小姐姐 长得这么漂亮 但如果她同时 还能把艺术类扩展开 比如说她可以学一些设计 学一些传媒 可以更好的带领 更多的同学们 去接触到一些新的领域 同学们也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 SIFA也是小红书的特别红的KOL 也头一头也要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相信这些一定都是跟她的艺术 和她的自己的专业能力是有关的 一个人现在都是全面的发展 才可以 那么咱们聊了大学生 其实我知道今天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也有很多现场的高中生 其实高中生那么不能 可能实习有点早 但是义工是可以的 为什么王明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北美的这个留学生里面 尤其是高中生 特别强调这个义工 义工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 义工呢 尤其在安省来讲 当然它是高中毕业的条件之一 你一定要有40个小时的义工时间 才能拿到这个OSSD的安省毕业证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为什么大学像华大呀 这么有名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实习嘛 但是实习 我不可能找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 如果你有义工在前面做铺垫的话 那你后面去面试找工作 就会非常容易 而且在一个对于学生的能力来讲 也是一个提升 除了在学校里头 在家里 他们这个圈子非常小 那么出去做义工的话 可以认识一对朋友 然后有自己的network 就是说也能够激发自己的兴趣 找到自己以后真正想要学的专业在大学里 对以后的人生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啊 就像今天指南珍就带了很多的学生 可能这些学生当中 不仅仅做了义工 你们还听到了专家 我们的这些老师给大家分享 如果你happen to be 我真的想要从事艺术专业 或者是想要报考艺术专业 我觉得今天大家的收获 不仅仅是一工小时 而且是bonus 那么聊到了一个大学申请的一个专业 一个专业技能 我相信有一些叫hardcore 叫hardcore skill 有一些叫soft skill 那么我们的这个威斯学院 我相信除了语言学习 其实还有一些soft skill 这边其实我知道 OISY已经强调了 这个soft skill 现在在北美已经不叫soft skill 软技能了 叫powerful skill 对的 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在威斯学院除了高中课程 最受大家欢迎的 就是本地学生 还有国际学生欢迎的 就是我们的演讲课程 还有写作课程 因为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你是理工男 我或者说我走什么商业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路子 那其实呢 现在大学对于 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一些面试的要求 还有写文书的要求 所以呢 这些技巧都是得 我们从小就得开始培养 对吧 所以呢 写作和演讲 都是最受欢迎的 那么就算是你以后 大学毕业以后 到了职场 你想就是得到一个 有领导位置啊 或者什么的 你的写作能力 还有你的演讲能力 也是对你的这个职业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的话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一代 第一代移民呢 已经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呢 也在培养他们第二代移民 把孩子呢 送到我们威斯学院 去培养他们的soft skills 就是这个public speaking 还有这个writing 当然了法语啊 这作为这个加拿大的 第二官方语言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 这个课程 数学嘛 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 所以也都要加强 所以呢 我们这些课程 都是受到大家欢迎 因为呢 这个也确实是 对于我们 这个一代移民也好 二代移民也好 留学生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 谢谢 谢谢我们的赵博士的分享 我觉得现在对于 21世纪 或者是真的 新兴一代 大家就业环境来讲 可能是竞争更加激烈 挑战更加多 但是机遇可能也更加多 所以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刘好学的 我们的高老师 我们的Michael 或者是我们的Robin 两位能不能给我们就特别的讲一下 艺术专业领域的这个 我们面临的这个机遇 或者是挑战 其实艺术类的机遇挑战 就像刚才威斯的赵博士也在说 演讲 或者是写作 其实它就是一个基本的核心技能 现在的艺术 其实更讲究的就是跨界 可能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 他需要有很强的什么工地 文案工地 因为他需要做设计 而且现在的设计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是把纯平面 或者纯实体的 逐渐再转化成媒体 这个媒体偏向于什么 新媒体 网络 互联网 那所以说他自己 能不能有一个很强的 除了设计以外的技能 很重要 还有就是他的眼界 是不是足够的宽 那眼界足够的宽 是来自于哪里 肯定不是说他 像学一直憋屋里 一直憋那个A 他能拿到的这个宽度 那肯定是像 刚才咱们的那个 王淼老师也在说 对吧 在高中时期 就应该走出去 就应该去接触到 更多的一些 可能没到时期 因为高中生没有实习 但是他可以接触一些活动 义工 义工的活动 更多的接触人的机会 他可能就扩展了他的眼界 然后再到下一步 他可能选择了 艺术类的专业 或者其他类的专业 他依然可以 再用他高中 储备的那些眼界 去迎接更好的 一个下一步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逻辑 就像设计师 摄影师也是 摄影师 现在很多都会画画 这样的话 他可以跨界 还有摄影师 他会设计 这样的话 他可以把自己的摄影作品 做得更好 做视频的 他可能同时会动画 这现在就是跨界 是一个非常常说的东西 就像刚才 肖道也在说 刚才咱们的 闫老师也在说 连表演的 连做舞台的 连做电影的 其实现在都有什么 跨界歌王啊 什么跨界喜剧人啊 什么跨界表演的 这么多综艺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时代一直在变 如果咱们 一直尘封在 自己的一个节奏里 没有走出去 没有接触到新时代 其实就是一个难点 而且有一个 最最需要说的 一个问题就是 时间真的是在变的 比如今年考学 他是2019年的学生 他上的是2020年的学 等他毕业就是2024年 2024年再去找工作 那就是2025年 六年的时间 六年前可能设计 大家还说 我能进一个杂志社 我能进一个世界顶级的杂志社 那我人生躺赢 杂志社倒闭了 对 然后再过几年 没准现在说新媒体很牛 八年以后可能新媒体倒闭了 就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也从事过影视类的职位 在国内电视台 八年前的电视台 那是多么叱咤风云 我要是能在中央台 我不敢想 当然我也没在 地方台我也不敢想 因为我也没在 但是十年后的今天 地方台已经被网台吃得差不多了 那再往后两年 网台可能会被什么 会被抖音 会被数评媒体吃掉 为什么 就是时代在变 所以对于艺术类的也好 还是其他同学也好 提早的规划 可能提早八年到十年 不算早 当然说当下也不算晚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 毕竟上下之间 差了五到八年的时间 对 我没说嘛 那么我们的Michael 有没有补充 就像Robin刚刚说的 现在的专业性 其实还是在于理工科 还是文科当中两个选 虽然理工科 现在的就业机会更好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性 但是现在的艺术专业 已经渐渐地发掘起来了 就像我们公司 是主要做国内的 就像我们国内的大数据 显示艺术专业的申请学生 已经是在每年 成倍成倍的增长 所以的话 这个也就代表了 就是现在很多的科技 以及现在的岗位呢 被很多人工智能所替代 但是时尚的创新思维 和艺术的自己的设计 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好的 或者对一个社会的好的 一个设计 它是异常的难的 是一个很难找 万中无一的一个 就像Robin 可能就是万中一个 那样一个设计感 很强的一个男人 所以现在艺术专业的申请率 也是一样在涨 所以我觉得非常看好 一个艺术专业 所以也希望大家 去图图里 更好的了解一下 更好的情况 那么我们真的是聊到了很多 我们讲到了 这个申请的前端 然后我们Robin 你真的是未雨绸缪 他不仅仅给大家规划的是 一年的计划 就是我以为 他只是做一年的这个申请 或者是明年后年 两年的这个培训 但是我觉得 他真的作为一个教育者 他给大家想得很远 他自己从他自己的从业经历 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那么咱们的这个节目最后 还是一个留学生节目嘛 所以我一定要让我们的 这个留学生社团来聊一聊 咱们现在约克大学的 就以我们的约克大学学生会为由 那么我们里边的小伙伴 应该是各个专业的都有 大家的部门是不是也不一样 需要的这种talent 而给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机会 也是不一样的吧 是的 是的 没错 您像刚才Robin老师说的 我们社团今年是成立了摄影部 对 就是包括现场 有在帮忙的义工工作人员 也有我们社团的同学们都很棒 你像我们很优秀的 宣传部的VP Rachel 还有各行各业吧 我们一共四个部门 一个外联部 一个宣传部 一个内务部 跟一个活动部 其实四个部门 多多少少跟文艺都是挂边的 不管是说在活动流程上 一系列的审美呀 跟活动安排组织上面 其实都是跟文艺艺术有关系的 而且我很幸运 也很荣幸能 因为一个很缘分的机会 认识了Robin老师 认识了我们土土里 这么优质的组织 所以说也是要趁着机会 趁着打铁 我们今年也是 我跟Robin老师 一直有在深度交谈 我们之后的合作的方向 包括我们近期可能会组织 大家一起去做一个 近途或者远途的文艺旅行 对 然后再长远地看的话 我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合作 可能会YCSA 约克大学 中国学生会跟土土里 我们联名做一个个展 我觉得这真的是 是一件特别特别酷的事 我一旦联想到我们的部员 我们的同学 能在Gallery里边 把自己的艺术展品 对 展示给所有的人看 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 如果说当我们回忆 我们自己大学生活的时候 也会不虚此行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些 跨界的尝试 在给我们在校的期间的学生 就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 让大家展示自己 才能够为我们的将来 打好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节目的尾声 希望我把这个讲话的全 交给我们每一位嘉宾 能不能用一两句话 给我们的留学生一点建议也好 这个advice也好 或者是你们自己内心 最想分享的东西 可以吗 从赵博士开始 那对于留学生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他们今天 就是在现在加拿大的 他们的这个情况呢 已经跟十年前 十几年前我们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不一样了 他们就是有非常好的平台 像这个土土里亚 给他们的一些帮助 还有王满老师这样的一些机构呢 给他们一些这个帮忙 那么还有威斯学院 给他们这个就是语言培训呢 还有各方面soft skills培养 所以的话呢 我希望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 就为留学生还有本地学生呢 他们的升学 还有将来的职业发展呢 就是更顺利 那么谢谢 谢谢 好的 作为一个在留学界做了一阵子的人来讲 我觉得看到的学生 其实有很多的现象 我心里其实也是蛮担心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学生普遍的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 他们不知道就是说 大学要读什么 经常我问说 你以后想读什么呀 随便吧 我父母让我读啥我就读啥 所以我觉得学生在高中期间应该更多的参加活动 然后更多的扩展视野 知道自己想学什么 因为只有知道你真正感兴趣的专业 你才能学得进去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就是说 有可能在高中基础打得不扎实 幸运地进了一个大学之后 也有可能会被退学 或者被停学 所以就是说 这个学习是一个不断的 积累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步登天 但是起早子的学业规划 比如说找我们机构来做一下学业规划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用指南针来指的方向 对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slogan 谢谢 那么我们女士优先 让我们的c5也来 我代表约克大学中国学生会 其实坐在这里主要是来学习跟请教的 这是我特别想跟我的同学们说的一句话 我一直就是说 我们这个年纪就像Robin老师说的 我们是一个很有很宝贵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可以让我们不断试错 让我们去不断尝试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 我自己也经常就是会出现各种车祸现场 发言发不好 或者说事情做的没有达到我自己的预期标准 但是没关系 咱不会咱学嘛 对吧 咱做的不好 咱就请教学习 让自己变得更好 哪怕说做错了 我们改就是了 对不对 也是很感谢Robin老师对我们社团 一直以来的支持跟帮助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 谢谢谢谢Civa的分享 Michael 就现在特别羡慕现在的留学生活 因为相比国内来的话 留学生活更是一个眼界的开创 而且一个思维的创新 相比我们的平台已经远远高出国内很多了 这么多精英大家坐在这里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以后的事情 以后未来的事情 所以相比现在我觉得更好的是大家一起更好的团结起来 更好的运用好自己的平台 然后这样去帮助和自己 然后得到以后更好的发展 谢谢 很感谢 最后还弄了个压轴 对那我就 很简短的总结一下吧 就是我感觉 学生嘛 尤其都是留学生 都是华人 其实最简单来说 就是先接触到市场 然后接触到真正北美的生活 走出去 然后高中阶段呢 可以通过威斯学院 然后进行一些演讲啊 写作类的 真正的把自己的口才拉出去 而不要太害羞 一直因为害羞 拿本书挡在脸前 然后试着去跟王淼老师多去走出去 走到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去 高中丰富多彩 然后呢 跟CFA小姐姐到大学里 然后见识见识更多精彩的 各种各样的艺术类的 文化类的不同的活动 然后让大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当然 闭完夜以后了 然后还会想留好学这样的 对吧 走出去 然后发现 我去哪儿 实习呗 然后去到更多 可能能读研 等等等等 当然从高中一直到大学 中间图图里是永远陪着的 不管是从高中的 东陵营 夏陵营 然后各类的艺术兴趣课程 然后包括大学的作品级辅导 以及进了大学的学习辅导 以及各种各样 我们的比赛啊 包括像咱们的连展啊 个展啊 等等 图图里都有做 然后还有像 毕了业了 我们也会有更丰富的 对于毕业的同学 进行艺术职业类的 一些提高 可能你自己的能力 刚毕业 还有点迷茫 来我们这进修完 一定让你找到一个 Dream的offer 很好 谢谢 真的感谢我们五位嘉宾的 精彩的分享 所谓青春不留白 既多不压身 我相信用艺术 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 可以提高我们的眼界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也更加开心 更加幸福 同时如果大家有想成为 艺术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 或者是想要进行一些 职场上的进修精进也好 或者是就是想单纯的 打开艺术名校的敲门砖 我相信这位五位嘉宾的分享 一定都对你有帮助 感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和观众朋友收听和收看 本期的FM105.9家国同学会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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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